一名小學生剛放寒假 就來到台中禁思堂 有一些很貧窮的人 他們需要關懷 然後要發送物資給他們 所以邀請他們來幫忙打包東西 然後他們很開心 高興到睡不著覺 小小年紀動作俐落 拆卸下來的紙箱 由他們跑腿整理 因為我很喜歡做事情幫忙 所以我就很期待來這邊 大學生能做得更多 瓷青社整團都來幫忙 蔡女士平時捡資源回收 如果能換得200 她就把其中100元捐出去 有這樣的想法 是因為慈激之工 陪伴她度過人生低潮 曾經接受幫助 現在翻轉手心當志工 完成的每一分物資 有著許多人的愛 大愛新聞的亞平蔡玉凱 台中報導